又到沈大師講投資和大家見面的時間 記得應該是兩三個月前 和大家錄過幾輯的沈大師講投資 那段時間也做過一些即市的分析 每一天拍片放在網上給大家看 為什麼突然停了一陣子 一兩個月都沒有了一件事 其實主要有幾件事 一來碰巧那段時間就忙了 還有D18本身在節目的編排上有所重組 變成在我們原本預算 每個星期開的一集沈大師講投資的節目 在那段時間我們暫時停了一陣子 當然了 停了一陣子 我都在Facebook那裡跟大家寫了說 所有的安排容後再說 只要我們安排好了 就會一定跟大家回來見面的 幾個人和大班聊過幾次 大家在節目的安排上有了共識之後 沈大師講投資的節目就開始正式為大家廣播了 而形式上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時間上我們每一集就會是一個小時 當然了 這個星期我開特別版的 今晚星期三和星期五我都會跟大家做節目 為什麼呢 待會再說 因為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 關鍵的時刻就是市況的配合 我希望這個星期給大家更多的信息 特別在過去這兩個月 我們沒有做這個節目的時間 就有很多事情發生 市場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很多的分析 但是 究竟這些分析我們信多少呢 信誰說呢 信多少成呢 我覺得可以從很多客觀的跡象 可以跟大家分析 這裡慢慢詳細說 之後呢 踏入12月 我們就會每個星期一集 當然了 商量過之後 其實這個節目好像其他DF8的節目一樣 就會有一個貴度收費的形式 不過我覺得 給大家 起碼來說 當是試食也好 怎樣也好 做一兩集的Feed 出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 覺得 聽這個節目是物有所值的 那你們才會付錢 我自己又覺得 我又不會太過勉強的 最重要的是我講的話 幫到大家做到一個獨立的分析 獨立一個看法 現在的市場 你基本上你攤開一份報紙 一面倒 全部唱好 我不是說要和大家市場爭辯 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是這樣就不是這樣了 只不過就是說 有沒有人可以細心去看到一些 和市場主流看法不同的東西 有沒有人真真正正用正統的基本分析的方法 和大家去分析一些市場所說的一些疑點 是不是真的一面倒向好呢 是不是真的買一些股票 騰訊是沒得輸的 是不是現在買紙又買貴沒有買錯呢 是不是真的買了紙又拿下去 一定個個都發財呢 哪有這麼大的肩膠隨街跳 問題是說你怎樣掌握那個變化 還有你要知道 適應到你自己的策略上的做法 今晚的節目 播出的時間是錄音的 但是我會嘗試一下今晚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在我們Facebook Facebook 我想之前有聽開的 都應該有加入了 在Facebook那裡 我們有個專頁 叫做沈大師港投資 你可以去搜尋它 接著之後 點個like或者follow 那你就可以在裡面問問題 我待會就會開一個貼文 就是給大家今晚問問題的 因為我相信今天旗子結束 很多事情有變化 或者這幾個月市場不斷創新高 爆上來三萬點了 大家看 可能每個人都告訴你 大牛市沒有懸念 沒有風險了 什麼都不用怕 是不是這樣呢 你可以在Facebook那裡留言 就在我的post那裡留言問問題 我盡量今晚晚都跟大家回答它 逐步逐步 因為我今晚都還要做無線 J5 10點無線財經 做完之後回去寫稿 我想我凌晨就會回答你們了 大約你如果12點 1點鐘 通常我很多時間都在半夜 我才會回答一些網友 一些粉絲學生的問題 接下來的這節的沈大師講投資 因為延長了一小時 我想做到的一件事就是 跟普通的財經節目不同 因為時間上可以容許 我就會多一點用一些 傳統的基本分析 一些數據的分析 或者一些正統的分析的概念 來給大家 希望做到 其實不只是說港市 港號 拿貼士 沒有意思的 你只是給貼士 我伊倫日日中 又如何呢 問題就是你永遠不會成長 我要做的就是 與其受之以餘 逼如受之以餘 就是說 我給你一條魚吃 不如我教你釣魚好過 讓大家有自己的判斷 懂得在市場上 看到不同的評論去判斷 究竟誰說得對 誰說得錯 有時候有些人說錯了 但是市場是照對的 那是不是應該你去學的呢 你是不是應該不問理由 他說升你就跟升 他說跌你就跟跌呢 不是的 你在某一刻你都要懂得保護自己 是不是個個或者騰訊一定升 這隻股王沒得走 你就順便跟下去呢 是不是這些位去買呢 不是的 很多人告訴你 過去一年你買就已經發達了 升成倍了 你不買你就會吃虧 所以你現在去買了 究竟我現在應不應該去買呢 我不可以因為過去一年升一倍 我就現在去買 四百多元去買 就駁它上八百多元 不是這樣的 你不像在澳門賭百家落 你現在是要投資 投資的分析很著重就是 你看到那隻股票的 實質的數據價值 第二 你要對它前景有一個預期 這個預期不是厚的 哇好厲害 很多人打遊戲機 王者榮耀很厲害 接著接下來一個大屠殺的 類似形式的 就是絕地求生 諸如此類 這樣就會厲害很多了 股價就一定好 收入一定好 其實不是 在過往 市場永遠就是人運逆運 很多隻股票 其實公佈了業績 基本上是不行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因為大行出報告說可以 撐它 接著因為它的股價升了一層 這樣大家就相信它會可以 接著街外的人怎麼說呢 街外的評論 你會看到 每個人就是看著價格升 接著大行說可以 就一起說可以 他們不需要做功課 他們不會做分析 但是 看到價格一直在升 技術手勢很漂亮 就說這隻股票可以 這樣就糟了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投資者 你不是一個炒鬼 你不是看著一張圖 你炒來炒去炒去 炒去那3-5%-10%-8%- 你想買一隻股票來拿的話 你就會中伏了 好幸運就繼續升給你贊助 但是你是入了局 信了那隻股票是可以的 你就回頭說你不懂得走 這些就是最大的問題 也是我最不 最不舒服 也是最反對現在市場這個歪風的情況 現在這個歪風就是說 總之我說升 接著他真的升 就好一點 是這樣嗎 不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令到一些 好像近期那樣 很明顯的 一些過往不玩開股票 或者過往沒有買過騰訊 沒有買過一些強勢股 那些股民 他們真的衝了入場 去追了 追完之後現在套住了 怎麼走呢 不用了 不用走 這些好東西來的嘛 去年都敢升一倍 起起點點 一定有的 你就拿著他 拿下又低一點 拿下又低一點 那就好一點 就是很簡單 過去 這十幾二十年 每一代都有一隻股王出來 股王一直升的時間 沒有人敢說這隻不行 每個人都說可以 好了 升一下升一下 升了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 四十倍 升到某些位置的時間 全世界就說 哇 他這期的業績很漂亮 你看看過去十年 你買這隻股票 就贏到開項了 已經夠發達了 有買貴沒有賣錯 現在衝進去買了 結果 講給你聽 施折上到百多元 由幾元上到百多元 結果滾下來 就幾元了 那你在高位信了的話 你就糟了 我要做的 就是用基本分析來告訴你 這些股票值不值得拿 不值得拿的 你升有你升 最多你不甘心的就炒一下短 但是起碼一件事 我不會推你去接貨 推你去死 推你以為這隻東西可以拿著不走 接著就滾下來 過去這十幾年 我批過幾隻股票也是 施鐵 尼豐 全部跌超過一半至八成 由高位計算 當然我也不是最高位叫人不要碰 但是我叫人不要碰 就是幫你避過這些災害 電影 接著就是李寧 七十八十元的銀魚 最後滾到十幾元 中人壽四五十元的時候 通街都跟你說 這隻是第二隻中國的雲尼 全部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選股票不是很厲害 但是我告訴你要避的股票 基本上我沒有錯過 錯只是可以說這一刻它升上去 你說我錯 但是最終跌下來 那些位置根本永遠都見不回 或者十年二十年都見不回 簡單舉個例子 大家如果有玩開股票也知道 2004、2005年的時間 巴菲特入股就是中石油 857 好了 去到2007年 他十幾元 十二三元 沽了這857 接著之後怎樣 升 升上去18元 還要分拆 還要說A股上市 A股上市40元 那些人就說 這隻東西起碼都三四十元 拿著不要放 還要說 巴菲特他是錯的 股神的招牌被人拆 最慘是說他那些人 一向是他的追隨者 忠實的價值投資的信徒 喂 如果你是價值投資 你就知道股神是對的 因為他沽那個價格 雖然沽完之後升上18元 接著爆煲跌下來 到今天十年來都沒有回到去沽那個價格 那你說他對還是錯 如果你都說他錯 那沒得說 是不是 投資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買一個價格 那個價格如果將來跌下去之後 是永遠回不了上去的 你買錯了這個價格 你捱也都回不了上去 那所以呢 我一定會在這裏 盡量灌輸一些基本分析的方法給大家聽 就是正如 之前匯豐的業績 每個人說好 我都不知道怎麼好 下一次 或者往後的節目 我會逐次跟你分析 譬如有這股票 每個人說不好 我說好的 聯想那樣 我會分析給你聽 為什麼聯想好 為什麼每個人說不好 好了 每個人說匯豐好 你看到這次他出完中期業績 接著又說回購了 回購完了 股價有沒有表現呢 匯豐 沒有 因為業績根本不行 但是你不是 那間間大行都說可以 撐恨了 說這樣說那樣 往後的節目 即是接下來的幾集 如果我沒有突發性的東西 我就找回匯豐的業績 跟你說 為什麼我說不行 其實不只是我說不行 前匯豐大班 劉之傑 劉爺 他都覺得不行 不過他當然不會公開特別說 去Facebook那裡有私人說 我也覺得他不行 所以你會看到他去過業績 怎麼樣 中移動 還頂著 我七十多元的時間叫人買 沒有人買 每個人都說不行 每個人都說死 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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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到81元 說好那些人就不知道去哪裏 然後就全世界叫人買 我說81元都到價了 然後就不看好 市場上都知道 幾年前我是中移動的粉絲 超級大粉絲 逢低叫人買 有什麼穩固的東西可以拿 可以拿的就買 但是去過81元之後 我一直都沒有叫人拿 最多你跌得多 炒薄反彈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是可以幫你避過 去高位接種一些不值這樣價錢的貨 而是讓你坐艇坐十年八年 是可以避到這件事 現在最經典的那一隻就是最近 全世界在業績之後 不斷拍掌的騰訊 好了 騰訊出完業績 一下就抽上440元 抽完440元 上個星期我開淡創 大家 可能我沒有大聲打落打鼓 為什麼我開淡創 因為我覺得第一 開門數是不行 但是說可以 還要公佈前 抽到上去接近400元 接著借助ADR 那些預托證券 就做高 接著兩天抽到上去440元 做完這口頂 我覺得差不多了 技術上有配合 基本面就一定不值這個股票 好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沽去一口 沽到去昨天我收工 今天再彈 但你會彈不起來 彈不起來 為什麼說得與不行呢 外面主要就是一件事 拿著它的業績 今年的盈利和去年比較 同期 就是2017年第三季和2016年第三季比較 增長69% 厲害 69% 還要高於市場預期的45% 這裡第一個點 就是高於市場預期 是不是一個升的理由呢 會不會是市場預期錯呢 為什麼我說錯呢 很簡單 之前公佈中期業績的時間 2017年第二季 因為王者榮耀的遊戲收入大增 相比於2016年第二季 是增長70% 好了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正在增長的股份 你第二季和去年第二季比 增長70% 那你預期第三季和去年的第三季比 是增長多少 沒有70都60 是不是 怎麼會預期四十幾%呢 四十幾%的預期 是在年頭 去年年尾做的 怎麼知道第二季已經超標了 這個超標股價是已經反映了 第二季業績出了之後 股價是升到上341元 是反映了 今年和去年比較升了七成的 那你由340元升到400元 甚至是440元 其實升到400元 其實你的股價 是不是已經反映了 預期第三季和去年比較升七成 怎麼會跟去年比較 預期是升四成幾呢 如果你還在猜 第三季和去年比較是升四成幾的 那就是說你沒有歪過你的預期 那這大行 那就真的疏忽 但是如果 我用另一個角度 是別有用心 就另計了 對不對 所以 用說 第三季和去年比較增長69% 是好過預期 所要繼續升的話 是錯的 因為股價已經升了上來 第二季已經預算升七成 OK 第二季和去年比升七成 第三季和去年比升七成 即是開始停在這個基數 停在這個基數的話 你如果要騰訊的業績再有大幅增長 你接下來就用這個基數 on top加上去 因為為什麼呢 我經常說騰訊季呢 他現在正在炒七八十倍PE 如果七八十倍PE 你要明年的業績和今年比較 是要增長六七成 才值七八十倍PE 有沒有人告訴你這件事 沒有 只是說增長七成 好吧 好過預期 所以有得升 但你不知道預期其實是340塊 360塊 已經是預期了這個業績 你升到400塊 440塊 是預期未來幾年 都以這個基數計 再on top多 六七十幾% 可不可以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比較就是 第三季和上一季比 這個是最好的 叫做環比 就是今季和上一季比 即是說現在這個階段 究竟第二季做完之後 第三季 最後第二季 還有沒有一個增長的動力呢 這個才是增長動力 我簡單做個統計 講一下數 因為我今天沒有預備到PowerPoint 否則打上來比較好 但這個數字我看一下 我安排一下 就在Facebook 沈大師講投資的Facebook裏面 給大家一個表 大家去看 就是怎樣計算呢 很簡單 今年第三季 營運總收益是652億 上一季 我只是同季比 因為和去年比 其實都是增長很多 就是566億 增長15% 即是總收入增長15% 和去年比 去年是403億 增長61% 我up慢一點 你們可以抄低 另外我會今晚放上Facebook 但是毛利呢 你記住 先和去年比 收入增長61% 毛利是316億 和去年比增長45% 先比一比 收入增加60% 毛利增長45% 是不是增加的毛利 少於收入增加幅度 這個已經是一個問題 就是毛利率下跌 如果和去年比較 總收入增長15% 毛利增長12% 和去年比較 亦都是毛利下跌 好了 營運經營的盈利 即是 今年未扣稅 未扣其他開支 227億 比去年增加57% 比上一季增加1% 即是說 第三季相比第二季 其實是沒有增長 OK 你要記住 第三季是暑假 暑假是小孩子放假 暑假會是手遊遊戲的旺季 但是這個旺季相比第二季 考試的季節 盈利只是增加1% 這是經營盈利 但是如果扣除所有成本支出 總體盈利 順利 我用順利計算 就是180億 相比去年增加69%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是大數 如果你只看大數 你看不到裡面的細節 魔鬼的細節 你就會避不到 這個大數是增加69% 而180億 相比去上一季 即今年的第二季 是倒退1% 即是說 季和季之間 根本上是盈利沒有增長 收入增長了15% 問題是哪 問題就是因為 支出那裡 在廣告 銷售市場開支 增加了46% 而一般行政開支 增加了53.9% 即是說 他要供收入 在第三季裡面 是多花很多錢 當中當然 包括一些研發 或者加盟費 等類似的東西 即是說 收入 只是穩定地增長 季和季之間 但是開支就大幅增長 這樣就令到利用的增長 跟不到收入的增長 通常我們看一家公司 最重要就是看這件事 生意做多了 錢是否按比例賺多了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有問題 有問題 OK 細節問題 就是出於兩個支出 就是銷售合市場開支 和一般合陷政開支 好了 這個不重要 如果他真的扔錢做廣告 可以令他接下來的收入 再大幅增長 那你攤回一年兩年 這個增加的營運開支 或者廣告開支 就會攤回小很多 問題 你會不會擔心去到第四季 他會扔更多錢做廣告 但是收入的增長已經再慢了 這個就是重點 好了 魔鬼在哪裏呢 記不記得第三季的時間 有分拆上市的就是中安在線 中安在線 騰訊是有持有的 他投資中安在線的資金 因為分拆而令估值提升 好了 這個提升變成一次性的收入 而這個收入是包了在他的盈利那裏 那如果我當你順利是180億 而因為中安上市 而現在外面很多人說 騰訊分拆 他的價值就高了 騰訊分拆帶來那個水漲船高的利益 會令他的數字更加更加崩大 更加更加增長得厲害 所以他的估值更加厲害 OK 我們看看 中安在線帶來的收益是39億 剛才我說了 第三季的純利是180億 那如果我將這次一次性的 因為分拆這些財技而帶來的收入 拔了出來 拔了出來 那怎麼辦 那就剩下141億 那就精彩了 如果我將這個數字 即是說 撇除中安在線那個貢獻 而是將它實質上就是營運 即是說什麼呢 增值呀 手遊呀 廣告呀 支付呀 雲呀這些收入整體加起來 其實只是141億 相比起去年 是增長32.4% 嘩 你現在市場預期四十幾個% 跟著其實應該是預期七十個% 做了這個數字爆了上去之後 我告訴你 其實只是32個% 那騰訊應該升零跌呢 真的低於預期了 如果它不做這個分拆 跟上一季比 是倒退22.6% 即是說 騰訊的核心業務的帶來的盈利 其實在第二季見了頂 怎麼好呢 怎麼好呢 我這些全部是在業績那個年報那裡出來的數字 沒得騙的 是不是 看數不可以看大數 砌到大數漂亮 跟著全世界就說漂亮 這些是不懂事的投資者 或者小股民 他們才會相信 你懂得做分析 你懂得做判斷的話 你再拆下來 你是能夠計算的 那怎麼辦 如果這樣的情況 當這件事成了趨勢的話 那你第四季業績不就 很興奮 是不是 好了 之前 除了分析重案之後 跟著會在第四季入仗的 就應該是包括什麼 包括就是 越文 包括 逆任 這兩隻 厲害了吧 現在 逆文 抽完上去 下回來 逆任 一罪就PK了 穿了招股價 是不是每一隻都有人捧場 是不是每一隻都跟你托 你記住 如果 之前我大家預計的估值提升的話 而是 這堆上市分拆出來的東西 那個估值下回去的話 都會影響到它的盈利的預期 好 大家想一想 都未上逆任的時間 就已經說明年就要分拆為音樂 喂 為什麼這麼急 臨急臨亡 每一隻都要拆 因為這條是好招 這是財技 利用它 拘捕大條數 為什麼這麼急 一次過拘捕了它 你自己想 就是這樣 我的唯一解釋就是 無以為計 如果不快些拆來頂住這一季的業績 和下一季的業績 那就醜婦終須見家翁 明白沒有 所以你想想外面怎樣說這件事情 我怎樣跟大家分析 OK 你可以不相信我 我講的你也可以當為 喂 你想而已 是不是這樣呢 那我們這些真正是正統分析 訓練出身的嘛 是不是呢 那你就放長雙眼看 就是了 未來的季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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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現在 真是高位追了買了 坐到那個業績現形的時間 你是走不掉的了 你是不能走的了 你就已經被人套著一百幾十塊的了 那你怎麼搞 所以我只可以這麼說 這段時間我都跟大家說 騰訊 你知道了 出去講 跟這裏不同 這裏起碼 都是層面沒有那麼廣泛 出去講 全世界盯著你 你這樣講 一定是不少的受口 但是我在這裏講 你聽我的節目的 你聽完自己去消化一下 我經常講 我跟學生都是這樣講 你不要只相信我 你要聽完我的論點邏輯 你自己去判斷 之後 最好就集下驗證 當然所謂驗證 不是好像有些人經常講 你今天講完 明天就升給你看 這些呢 是小學雞的事情 也是這樣說 是那些炒鬼 自己不會接受基本分析 因為說真的 要做基本分析不是那麼容易 我剛才這樣跟你講的 很輕描淡寫說幾句 你知不知道當天去公布業績 我那天晚上也是要做無線的節目 我在一個小時裏面看完整份業績 主要的東西 不只是看幾個財務報表 還要裏面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要找 尋根究底 找回後面那些秘訣 逐點逐點去看理由出來 譬如我說為什麼他的盈利 跟不到收入的步伐 要找回支出 支出裏面再拆細項去追 裏面 騰訊有四範業務 究竟哪範好哪範不好 大家說手遊這麼好 我就把手遊過去四季的業績 我那天不只是看2017年第三季的業績 我還要去上網找回 之前那兩三季的業績 看看有沒有一個趨勢出來 是這樣做分析的 基本上沒有兩三個小時是做不到的 真是這麼容易嗎 公布完業績 然後馬上電視 隨口說 業績很好 增長七成 市場說他們原本預期是40幾% 所以很厲害 有這樣的業績 明年就更加厲害 你某些又增長得多厲害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就真的很容易做 其實不是這樣 但是你們不明白 你在外面收的資訊 信息 就是收這些信息 一些濫於充數 抄別人說 大行說這樣 他就跟著這樣說 這些就會容易中伏 只要大行有心就要善你 要你追貨 然後踢高個價錢 全世界一起跟他 口水尾講 你們就錯了 所以為什麼今集我開出來 我跟蔡浩良台長蔡大哥說 這次我一定說 頭炮是教你們看騰訊那盤數 裡面的魔鬼細節 還有一些數字 比較專業的EBITDA 大家都知道EBITDA是什麼 就是收入 減了支出 不減稅 折舊 稅和利息 就只是計算現金流 EBITDA是怎樣 今年第三季經調整後的EBITDA 就是大約是 256億 EBITDA的比率 大約39% 屬於毛利率 上一季是42 去年第三季是42 即是怎樣 即是說你的毛利 你的EBITDA 是在下跌 這個在下跌 是撇除了所有會計上的支出 又是一個數字告訴你 收益的trend 其實真的在下跌 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 外面說到無金無敵 不是 有人說 因為 雲計算 支付業務增長 有1.4倍的增長 好了 我又反問過些人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佔騰訊的總收益是多少分之幾 我有100元的收入 其中有一份增長5倍 但是那份只是 現在佔5% 對於我整體的增長 幫助大不大 基數低 現在那份業務只是佔10%多 增長之後 好了 你今年增長1.4倍 你的基數大了 明年可不可以增長1.4倍 不可以 那又不是 他接下來的絕地求生 那個遊戲又出來了 你這樣 王者榮耀帶來這麼多收益 你多做一件 他的收益就更加厲害 那很簡單回答你 一個人有多少隻手 多少個腦 多少雙眼 你玩開王者榮耀 如果你玩絕地求生 你還玩玩王者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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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增長是有限的 現在我針對點就是 在400至440元 80倍PE的時間 你明年可不可以做到60-70%增長 不要說60-70% 40-50%增長可以不可以 那條數就告訴我 第三季做不到 如果不分拆 第四季 他分拆兩件 可能做到 但是也可能做不到 因為他的trend是倒退 明年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 這兩季 有兩件事頂住 明年第一季 你再分拆 會不會還能做到這麼高的估值 你看到二役印 是可以插水 還能不能做到 而且這幾隻股票 可以告訴你 粵民是不值這個價 你說炒我沒得說 上市100倍PE 炒到200倍PE 上去81元 九十幾元叫你買 八十元叫你買 那些真的害你 是不是 哪有這麼高的價錢 去搶一隻股票呢 他將來將來將來幾好都好 你現在現在現在是不行 是不適合你 這個價錢 所以 有時候難怪我問的 有時候在外面做節目 或者我看到一些 整體大俠咒的評論 大行都算了 那些行家真的做不做功課 有沒有看過東西呢 很難的了 因為現在其實 快餐文化 大家要即食 追求的就是覺得 我炒 短線贏就很厲害 問題就是我們要面對的聽眾 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短炒 懂得看圖 看圖不代表一切 看圖是幫你在短線定立策略 去增加贏面 但是大家都很多不懂得看圖 有很多投資者 有很多聽眾 他們可能是退休人士 可能是希望積極用投資 來壯大他的資本 他們是想買一些股票 買完之後安心拿著 最好就 比如說看一兩年的時間 有一個好的增長 那你就將一些過去幾年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市場的文化是這樣 而是因為這樣 我們這些講真話的人 就會被人 被人叫做什麼呢 隔離 孤立 而且還被人24小時監控著 你敢死有人24小時看著你的東西 你每一個媒體寫過的東西 講過每一句都有人閘下 然後拿出來攻擊你 即是監控和攻擊的程度 比梁振英更厲害 被監控的程度 或者比任何一個人物更厲害 比長毛 真的 為何要這樣呢 無他 就是你講這些東西 我今天講這件事 就是踢爆所有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你問我440塊430塊 沽騰訊怕不怕 都不知道多安心 當然我不是教你們做淡倉 因為始終做淡倉是要功力 但是我希望透過這個分析 教大家明白到一件事 就是實質的東西和你眼前看到的東西 是兩回事 起碼一件事 不要碰這個股票 真的不要碰 我今天講的東西 我不會在外面講得那麼激 也不會講得那麼盡 始終我都會很多事情顧及 不過你要留意著 就是你自己知道 自己錄下我今天講的東西 驗證將來的幾季的業績 長線投資 你一定要跟著那個trend 跟著每個季度的業績 來看它有沒有變化 騰訊是一種現階段絕對不能沾手的股份 兩年後我不敢說 但是起碼未來半年都不能碰 價不下去 我覺得合理的水平是不能碰 講完騰訊業績 還有一半時間 開始講回市 那時候 上個星期 騰訊的業績 帶動加上外圍做好 加上在夜期夾你千多點 上個星期曾經有一天 香港就收29,800 夜期就收31,341 在夜期短短的幾分鐘裡面 夾你一千多點 很多人問為什麼 但是我還沒解釋給大家聽之前 先問了你們一個問題 你覺得做了這口之後 全世界怎麼看過市 普通人 晚上做到三萬一千多 將來在三萬點以下買貨 將來一開三萬點 我買看三萬一千多 都有千多點 這些衍生工具 其實那晚有幾個理由可以做這件事 第一就是打倉 打一些淡倉 因為在半夜三間 你怎麼叫媽媽錢 一夾千多點上去 一打 你叫媽媽錢 那些行業會將它推出五門斬售 將它們的倉拔出價 而在那一刻 只要因為成交小 所以令到價格飆升到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才能斬到倉 那裡八百多張 你說是不是有心夾他們 打他們輸多一千多點呢 我不敢說 但是我熟悉的旗子市場 以前經常這樣做 就是這樣殺你倉 甚至大行是殺自己的客倉 然後你就在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將你淡倉止蝕 然後就有人在那裡沽給你 即刻下來三萬點邊 贏一千五百點 一千三百點 好了 第二天市場真的怎麼樣 大家就牛氣沖天 三萬二三萬四是毫無懸念 市場只會升不會跌 大師又說講淡了 還不夾死你 盡殺你 夾我不死 我就那口沽你 一開三萬零二八 三萬一 即回頭 騰訊扯多一口四百三十幾元 回頭我就 就開洪正沽你 這些是我做的 我不是叫你們做的 但是起碼一件事 你要了解市場的運作是怎樣 你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時候夜期是用來做頂或者做底 殺到你很空之後 在那晚見完的位 可能半年都見不回 這些就是有期貨經驗的人都知道的 夜期用來做什麼 夜期就是港加索用來給大戶做市 我由Day1已經說了 夜期收市競價 把圖表畫到亂了 因為沒有成交 所以成本很低 你要打這八百雙倉 我夾一千點可能沒什麼成本 但是 如果在開市 很多市場所在參與的時間 你怎麼走一千幾點 你走到三五百點已經有人出來沽你了 你就已經蓋到倉了 所以這是用來做市 你知道是用來做市 你對於這一下的看法 你就可能要用相反的角度去看 做完那一下之後 你就見過市跌了四天 跌了一千點下來 就是這樣 今天期指結算 明天還有月結 這兩天市還會反覆一下 但是有一些負面的信號開始出來 如果我之前一直在這裡做了節目 我會告訴你有幾個訊息 當然有聽過我在其他網台節目 或者看過我的評論 都知道過去這兩個星期 我的重點是什麼 第一 內地資金鏈緊絕 抽緊 隨時斷裂 內地資金一緊 A股沒有承接力 筆水不在南下 現在還有很多人在說 筆水下來 我證明這件事給你聽 這個星期下跌得最厲害的是什麼股 是筆水愛股 那些之前說 筆水大陸資金下來買貨 那些股份 那些股份下跌得最厲害最凶 是沒有承接的 因為筆水下不了 第二 就是說內地其實一直由十九大開始 我記得之前有做這個節目的時間 大家要小心內地的政策是緊 不是鬆 內地在十九大之後不會有好消息 應該是壞消息 一路打壓著 打壓什麼 銀行的表外產 表外的資產 影子銀行 一些理財產品 因為小心內地 要進行實體經濟去共國 前兩年就是地方政府去共國 現在就是民企實體經濟去共國 所以萬達被人打 落市就倒閉了 海航沒有錢 沒有銀行夠膽借給他 那你說 陸陸陸陸陸出現這個情況 加上內地房地產 嚴控著資金銀行再借錢給房地產 因為內房股 習主席說的 樓房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 記不記得在十九大 開幕致詞 有三十九次講完之後就拍掌 拍得最長時間是哪一句呢 是第三十六次 第三十六次講的就是 樓房用來住不是用來炒 記住這件事 另外 其實令我最深刻印象的 整個十九大開幕的支持 就是第一段 這些通常是點題的 習主席說了什麼呢 他就說過去幾年 世界經濟復甦罰力 這句已經定性告訴你 他覺得環球經濟不行 所謂的復甦是沒有力的 不是真的那麼強勁的復甦 所以跟著第二句 中國的經濟政策 是穩中求進 我分析政治 我很著重逐個文字 逐句來說 因為你要明白國家領導人 他們傳統上每一篇的字詞 每說一句說話 內裡是有含意 它是雕著著字 你要逐個字去解釋 那個程度 穩中求進 代表經濟方向是怎樣呢 有穩有進 穩先還是進行先呢 穩中求進 穩健在這個動詞的求 求就是祈求 希望 但是可能不行的 就是說 整件事就是說 環球經濟有危機 復甦罰力 中國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穩固為上 不是進取 希望在穩裡面 都求到有進 這個就是穩中求進的意義 就是說中國會不會放鬆 會不會寬鬆貨幣 會不會大量推些錢出來刺激經濟 不會 我只是維持現在 不要惡化 有鑊有炸彈就要拆 有火就要按火頭 希望還能做到進展 所以 跟著帶來第三句就是 中國的經濟發展是 重質不重量 是要說質 不是說數字 所以它沒有像以前那樣 我今年的GDP目標是六點多 我今年的目標是補測 不會 不會有數字給你 總之我要經濟增長是安全 妥當 安心為主 那你之前那幾個星期 炒A股那群人是不是搞錯了 他有沒有聽 當然這些外國人是不會聽的 這些是要中國人 還要中文的修養好 我不是稱讚自己 不過老實說我都幾相信我自己的中文根基 屬於都幾高 還要明白每個字裏面的文字學 就是每個字所表達的意思和程度 這樣你才能解得通 所以我就覺得 你說A股會爆升 大牛市開始 牛市會來 A股 但是不是現在 那你就解釋到 一路政策 打擊資金 要去槓桿化 令到A股下來 這下大劑的 其實A股的影響 昨天很簡單 A股創新低 即近期的新低 美股創新高 今天的港股怎樣 已經看到了 OK 大陸也沒有缺水 那A股怎麼炒 缺水的還會不會北水南下 好 好 都怕你不死 停批了投資港股的公務基金 即是說 不再批錢給那些基金下來 香港頂股票 為什麼 如果香港股市倒下 你就會送錢下來 給人吃 給那些傢伙派貨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代表 一定是對 也不代表D100的立場 但是 我通常來說 錯只是錯過時間性 但是我看這個大方向 這些大方向我會少錯 顧問論外面的人怎麼說 基本上很少錯 好了 還有一點 10年前我07年 可以避得過金融海嘯 避得過股災 今年 我都會避得過 10年前我看到什麼信號 很簡單 那時候市場在炒港股直通車 北水南下 隨便下10%下來香港也不行 大家信了真的有直通車 我是不信的 我公開說過我不信這個直通車 因為在那段時間 大陸的M2跌得很厲害 這個M2就是貨幣供應 這個流動性跌得很厲害 你還給錢下來買東西? 沒有可能 好了 在臨市前兩個星期 內地突然公佈 打了一間地下錢莊 地下錢莊一向都有 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是一向都有 一向不打 為什麼那時候打? 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走錢 現在你經地下錢莊 你隨時被人打了 這個就是一個 叫做informal的通知 告訴你不要再走 正在移動地下錢莊 其實那間地下錢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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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我聽到已經被蓋了半年 一直不公佈 公佈得差不多 大家記不記得上個星期三、四 是不是公佈了在邵關? 邵慶 在邵慶 打了地下錢莊 240億 那也是 為什麼前打 早不打 現在來打 打完之後 你是不是看到港股打了下來? 沒有人會分析這件事 因為他們不知道的關係 而沒有人會分析這件事 因為他們不記得10年前 股災前 兩個星期 是蓋了地下錢莊 他們更加不知道 其實香港的股市 之所以說筆水禁電 是地下錢莊的地下筆水 是靠這件事 不是靠港股通 免流下來的筆水 常理都知道 你港股通一天進來多少錢? 相比港股的成交 相比那隻股票的成交 九牛一毛 怎麼炒得起股票呢? 他們那些通常是收到風 透過港股通來賣 每每人開波之前 他就先買好 所以令你覺得這些筆水有用 更加錯誤地演繹 就說這些筆水買起股票 其實這些筆水是爬頭打尖 買定先 等地下筆水買起股市 你說打地下錢莊 是不是地下筆水斷了? 不是 想啊 不只是相信我 好了 還有 大口猛亂吹 bên澳門股 就這幾天猛亂說 博彩收益的點點了 然後記住 公布這一單打地下錢莊 是在澳門媒體提供的 主要的錢是在澳門的 但澳門開錢 是經澳門再來香港賣股票的 你記不記得之前的人說貴賓廳博彩收益增長很多 接著說大陸對於之前那種打擊洗黑錢 打擊走資那樣東西 政策已經鬆了 所以澳門股可以看好了 錢回到貴賓廳賭了 現在就蓋你一巴掌了 那澳門股還炒 是不是 這些因素你們一定要記住 我今天不是冒生命危險的 今天在這裡說給大家聽 第一集回到正式開始 我要說給你們看 我要告訴你們我的分析 和外面那些不同的地方 無論外面那些人怎麼說 我燈還是不燈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 我是要教到你們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外面沒有人敢說 也沒有人懂得說 也沒有人知道要這樣分析 之後你用什麼策略 你喜歡用來炒 炒衍生工具 call put 沒問題 你可以繼續用你的投資方法 長線投資 一個好位你就買貨 高位你就不要恨別人 也可以 因為最終拿本人是你自己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 你最好的方法 不是聽別人說什麼 你就跟他什麼 也不是看誰的醫療中得多我就跟他 始終人 運程也有高低 有時候市場不遷就不遷就 但是起碼一件事 我知道大家如果是退休人士 或者是做一個長線投資 不是很貼事炒來炒去的 你最好就是用一個長線的策略去做 好了 長線的策略是怎樣的呢 現在長線的策略 就是拿現金 正如十年前的 股災前 我都跟大家說要是拿現金 等股災 你會有意外的驚喜 不要管你現在有沒有 騰訊 總之我告訴你 騰訊是可以很便宜給你買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用不用理 一個人趕了一個小時還沒停過 習慣了 禮拜五我再錄一個特輯 就是真的回事了 因為禮拜五開始可能有些東西看到了 接著12月之後 我就逢禮拜三 會有個節目 就是這個沈大師講投資 12月頭一兩個禮拜 是應該免費的 之後大家聽過 覺得有用有價值的 不妨subscribe一鬼 來試一試 另外 沈大師 施港投資的Facebook專頁 歡迎大家加入 也歡迎大家提問 我今晚盡量回答你們的問題 希望大家 接下來繼續捧場 再見 請問我們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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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